在23日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學者余茂春 共同投書外媒以中國實驗室不顧一切 將世界置於險境為標題 指出中共執迷於病毒研究 卻不重視實驗室的生物安全規範 拼直言中共阻礙了世衛的調查 先前蓬佩奧就多次斷言 世衛的調查 無法獲得原始數據 此外 對中共極力掩蓋病毒來源 並且推卸責任給美國 甚至說各國進口的冷凍食品 普佩奧也曾經反擊 指出武漢病毒研究所 至少從2016年就開始研究冠狀病毒 提高病毒傳播性或者致死率 並且從2017年以來 武漢病毒研究所一直代表中共軍方 進行機密研究 指出病毒起源應該是來自武漢 至少三條類似的反應 強迷弱寫的反應 又會向來自行判斷 而現在建議 指出神奇蘭 被嚇得知道 在西方 лучше 在無法獄霍 但在湧部 35把湖部